嗨,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学习蝎子乐队的歌曲 分享一首《暴风2000》 我觉得当时在买磁带的时候 还没有说就是去具体去学哪一个风格 只要是去了音像店,试乐队,我就买 对,当时还买过一些很奇葩的那些DJ啊 或者是韩国的那些HOT,就是HOT那些啊 那些缩唱乐团 后来回来发现不是乐队啊 没有打鼓,没有吉他 后来就不要那些磁带了 所以现在留下来的都是当时这样筛选买下来的 只要是乐队都买回来 蝎子这张专辑也是不例外 这张磁带是盗版的 对,当时正版的特别贵 盗版的一盒是4块到7块之间 大概那个价格 正版的话是13块 对,因为买它的时候02年 我忘了,应该是 我看一下是什么写的 找不到时间了 对,这一张专辑全都是经典歌曲 每一首都是非常喜欢 对,它的里面的歌词是 呃,全部按照国外的那个磁带的那个 来印的,全是英文的 所以说那首买磁带的话真的是 嗯,只要是乐队都买 当时也不知道蝎子乐队是谁 好的,我们今天来开始学这个暴风2000吧 好,看一下这首歌曲它是120的速度 就是,可以这样算啊 一分钟60秒 那刚好一秒两下 大概这个速度 所以心里要算这个速度的话非常简单 这一调的,四四拍的 所以它的和弦 基本上都是这道里面的和弦啊 对,我弹这些都是它的强力五和弦 这一调的强力五和弦 好,我们看第一小节 在七频的这个地方,看到没有 对,可以这样啊 手可以这样啊 也可以用小指按住下面两个 对,上面的碰住 不要让它出声 可以去学护弦那一刻啊 就知道怎么怎么来处理了 好,用下声下来弹 弹完以后这里有一个四分修指 就是这个样子啊 有点像三的这个数字的啊 后面这一下用右手的这个地方压住 压多久,看拍子 对,或者这个用下 两个下一响 对,这个地方它是修指了一拍 就是一拍的时间 不能 太快了 对,这够一拍的时间 后面又有一个八分修指 这就是一个符干 旁边有一个小蝌蚪一样东西 这个就是 八分修指 对 这个就比较快了啊 对,你看它 它的间隔时间很短 这里慢 对 下来这里就加快了 这里快了,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这里加快了很多 下来 对 它这个到这个和这个到这个 这两个和弦的修指用的全部都是八分修指 所以就比较快 看到没有 非常快 用手的这个地方 打下这里 对 下来 还是那么快 对,它这里的所有都是八分修指 只有第一个音是四分修指 好 再来一遍啊 对吧 或者用下波 下波 对 下上波交替 或者是用下波都可以 这个曲子的话你不用太限制自己 你感觉到你弹出那个味道来就对了 把第一个学会后面就简单了 我们看第二句啊 这里又是一个八分修指了 它不是一个四分了 看到没有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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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没有 这里是连起来的啊 下来才修指 是吧 是吧 它慢点啊 对 这是我用了这个这个地方来做修指的 用下上下上也可以啊 对 用下上你要调准那个顺序啊 用下还是比较顺手 第二行跟第一行是一样的 这个时候进鼓了啊 原版是没有进鼓的 就我我做伴奏故意加一个鼓 弹第二遍的时候就特别有感觉了 对 这样子 好的 这首歌曲咱们就学完了 这首歌曲主要是想让大家知道一下 就是关于切分在节奏里的一个重要性 你看他的歌曲全是八分音符 但是如果加入切分音进去 不同的四分切或者是八分切 它就可以产生出一些新的效果来 让这个Riff啊 这个节奏型变得更酷了 所以这个曲子是非常值得大家学习一下的 小组课和一对一的报名也准备开始了 10月15号就开课了 有需要私人一对一的课程学习的 可以私信我 好的 这节课就到这里了 拜拜